那麼我們就更加的恭敬 我們就更加的孝順 用更加的恭敬跟更加的孝順 來感動父母 等到父母情緒穩定了 心情合約了 我們又再一次的在勸敬 李济驅離也有這樣的說法 他說三見而不聽 則豪氣而隨之 如果欠見三次父母都不聽 那麼做孝子的人 是心裡多麼的有壓力 有壓力 有恐懼 恐懼到哭 只能用不斷的哭 用大聲的哭 來引起父母的感動 這就是第一個方法 雖然父母有過錯 但是我們要欠見 但是不要忤逆 第二個 婉容於色 勞能無怨 勿由恼怒 凡愿之探 意思是說 我們侍奉父母 要和言悅色 我們侍奉父母 即使再怎麼勞累 都沒有怨 而且沒有惱怒 沒有愁煩 的那種表現出 那個姿態 那個行為出來 倫理為政第八 也呼應了這樣的說法 紫下有一次問孝 大家都知道 孔子是最重視孝 而且把孝 提升到理論層次的人 所以很多 很多學生都在問孝 那其中 紫下問孝的時候 孔子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色男 有事弟子扶其勞 有酒事先生傳 真是以為孝夫 他說孝順 最困難的就是 和言悅色 如果有什麼事情 做弟子的 待待勞 如果有什麼好韭菜 留給先生來吃 這個就是孝順嗎 也算是笑 但是不是最困難 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孔子 要對紫下這樣說呢 從文獻的記載 紫下對自己的父親 是非常的不孝順的 跟父親沒說兩三句話 然後就可能對罵起來 口氣很不好 所以孔子特別提醒他 色男 我們再把紫下對父母的那種態度 說完整一點 紫下的父親死了 結果紫下吵吵的 就把父親送上山頭 甚至連村裡面的人都不知道 他的父親已經死了 相對照 他的兒子比紫下先死 算是白髮 算是白髮送黑髮 紫下的反應竟然是 哭 一直哭 哭到兩個眼睛都瞎了 從這樣的故事 大概我們就可以知道 孔子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紫下和元夜色 對待自己的父母 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第二點 宛容餘色 勞人無怨 無有惱怒凡愁之態 第三個孝順的方法 就是下氣一生 結集心力以奉親 以得歡心為本 孝順父母 就是要讓父母得到歡心 讓父母心情愉快 這才是孝順父母的本意 禮記內哲篇有這樣的說法 他說父母有過 下氣一色 柔聲一見 父母如果有錯 我們要低心下氣 而且和元月色 並且用轻柔的聲音 來勸見父母 為什麼要用和元月色 輕柔的聲音呢 目的就是要讓父母能夠感悟 得到父母的認可 如果我們出聲力氣 請問會不會形成 激起了更多的情緒呢 如果情緒被激動起來了 請問還會有好的氣氛嗎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可以知道 歡心是多麼的重要 大家都知道老來子的故事 老來子已經七八十歲了 母親九十一百 年紀很大 老來子每天都穿著彩衣 在父母面前跳舞 做出一些可愛的動作 來博得他的母親 老母的歡心 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四個 冬溫下靜 晨昏定行 冬天很寒冷 所以必須要溫背 夏天很涼 所以夏天很熱 所以必須要山涼 晨昏定行是甚麼意思呢 早上起來 有沒有問爸爸媽媽好 晚上要睡覺 有沒有跟爸爸媽媽說晚安呢 這是第四點 禮記驅離是這樣說的 凡為人子之禮 冬溫而下靜 昏定而沉醒 也就是沉昏定行 東溫下靜 歷史上在漢朝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黃湘溫靜 善枕溫情 黃湘溫靜 他是河內人 從小就很孝順自己的父母 他的媽媽 早死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 哭得死去活來 甚至傷到自己的身體 這樣孝順的孩子 鄉里的人都非常的欽佩 那剩下爸爸 做兒子的黃湘 他更加的孝順 尤其是到了冬天 被子很冷 他都先自己去 先上床 吧